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沒禮貌 怎麼可以這樣對美人節 我竟然成為最可怕的前妻 就是因為會出書 哇塞 那肯定很精采 你夠可憐啊 你要放過 放過 我要放過你的名字 雲姐 一個完整的家 就算你賺得全世界 也買不回來 紅豆律師的美人世家要出書啦 以後會不會翻拍成台具啊 會不會再度挑起雙方情緒呢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這個書 其實是自我的一個 反省跟檢討 比較多 欸 那前夫看了應該很感動 我到底應不應該要送呢 我覺得怕送了會人家覺得我在示威 他現在已經走出我的生命了 所以他如果 這個事情就不要再困擾他了 他離婚後 兒子歸詹姆斯 跟他一起的女兒米娜 成了他的心靈寄託 他竟然說 你要不要靠在我的胸前 假裝你是我的女兒 哇 媽呀 那時候沒有哭 那時候覺得好好玩 諮商之後才知道說 完了不行 我要趕快站回我做媽媽的位置 因為他變成在照顧我了 他現在是說沒有追求症 我還在考慮 學騎馬還是學開車 因為馬沒有按鈕 報告 他們都是蘋果月報的爆料公民 你還在等什麼 每月兩則爆料被採用月零兩萬 每週點閱數最高 再送獎金五萬元 現在就加入蘋果爆料公民行列